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哈喽 我是兼职一凡 早咖啡正在招募实习生和全职的节目监制 欢迎你加入我们 一起来发现有洞察有意思的商业科技话题 具体的联系方式可以在节目的文案中找到 现在先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 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嗨 早上好呀 今天是2023年的7月10号星期一 这里是生动早咖啡 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孟一 几条商业科技清解毒和你打开全新的一天 蚊虫叮咬一直是很多人夏天的困扰 从早期烟雾缭绕的蚊香 到现在可以随身佩戴的手环 虚蚊产品正在不断地更新换代 满足人们在户外育儿等等新场景当中的防蚊需求 不过在一众新产品当中 1990年问世的六神花露水 仍然是防蚊用品的国民产品 无论是它绿色的玻璃瓶包装 还是独特的气味 冰壤的体感 都已经是一代人的夏季回忆了 六神花露水的母公司 上海佳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也是一家历史悠久的公司 不仅前身可以追溯到百年以前 它的美加镜系列产品 还曾经是中国人最早的时尚启蒙 然而自2013年到现在 在十年的时间里 虽然六神花露水 一直是业界的绝对龙头 市场占有率也最高一度达到了70% 但是上海佳化的业绩和股价 似乎都被摁下了暂停 甚至是倒退键 那么上海佳化这间百年老四号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我们今天的清解读就与此相关 在这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几条 简短的商业科技动态 蚂蚁集团被罚款超70亿元 金融科技巨头整改告一段落 7月7号 证监会发布公告表示 多个金融管理部门将对蚂蚁集团 罚款总计71.32亿元 并要求蚂蚁集团 关停违规开展的相互保业务 蚂蚁集团在回应当中表示 已经按照要求完成相关整改 并将诚恳接受这次处罚 2020年蚂蚁集团终止了IPO进程 并且先后被中国人民银行 银保监会等等部门约谈 2021年金融管理部门 对多家从事金融业务的 网络平台企业 比如蚂蚁 腾讯 美团字节等公司 进行约谈 在蚂蚁被罚款的同一天 腾讯集团旗下的财富通 也就是微信支付的母公司 也被处以接近30亿元的罚款 财新的关联表示 这次罚款标志着对几家金融科技巨头 多年来的整改告一段落 受罚款落地的影响 阿里巴巴每股盘前股价上涨超过3% 罚款公布的第二天 蚂蚁集团启动了股份回购 回购的股份将会转入 员工股权激励池 根据回购方案 蚂蚁集团当前的估值 接近5700亿元 比2018年C轮融资时的估值 下降了40% 比2020年冲刺IPO时候的估值 下降了70% 不过第一财经指出 随着整改完成 罚款落地 蚂蚁集团后续申请 设立金融控股公司 申请征信等等 业务牌照的进度 可能会加快 华为云发布盘古大模型3.0 不做中国版的ChatGBT 7月7号在2023年 华为开发者大会上 华为云发布了盘古大模型3.0 这是一个以行业需求为基础 而设计的大模型体系 完全面向行业提供服务 华为云的CEO张平安表示 盘古大模型不会做ChatGBT 类的产品 盘古大模型3.0 包括三层架构 最底层的是五个基础大模型 中间层有多个行业通用大模型 比如政务 金融 气象等行业 而最上层的模型 可以让用户自主训练 去适配更多细化的场景 财新网的分析认为 在企业端 推出大模型并不容易 消费者可以接受 语言大模型偶尔出错 而企业对大模型产生的结果 有着更高的要求 尤其是在生产制造环节的运用 容错率会更低 提姆登陆日本 出海版图再次扩大 7月1号 拼多多旗下的跨境电商平台提姆 在日本上线了 自从去年9月登陆美国之后 提姆就在全球迅速扩张 截至到目前 他们已经进入了欧洲 美洲和澳洲等等地区 一共23个国家 而日本则是提姆 在亚洲地区开拓业务的第一站 界面新闻的分析认为 日本距离中国比较近 消费市场和物流设施也相对成熟 在物流方面 提姆选择了与日本当地三家大公司合作 而这三家企业 占据了日本90%以上的市场份额 随着在海外迅速扩张 提姆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首先要应对来自于电商同行的竞争 比如我们早咖啡 在上个月就提到 为了回避价格战 亚马逊就将提姆 移出了自己的比价系统 前几天推出了零佣金 全托管的服务来抢占市场 知乎下线匿名功能 7月7号 知乎发布公告表示 将会关闭匿名功能 此后不论是在应用端 还是在网页端 用户都不能再以匿名的形式 创建问题或者是发布内容 而对于历史发布的匿名内容 用户可以自主决定 是否要将其转为实名状态 新版本的知乎 预计将会在7月14号 登陆各大应用商店 知乎的匿名功能 在前段时间引发了广泛讨论 6月底有网友发现 自己在知乎上被匿名用户诽谤 便发文指责知乎的匿名机制 并且实名举报知乎创始人 兼CEO周元 几天之后 知乎官方和周元 都对此做出了回应 周元还表示 匿名功能是社区早期的产品机制 知乎会对匿名功能做出改变 事实上 随着网络信息监管机制的完善 知乎等等由用户来生成内容的平台 都在加强对社区的规范和管理 在不久前发布的一季度财报中 知乎净亏损接近1.8亿 用户增速也持续多个季度持平 36科的分析认为 如何平衡好用户内容生态 与商业化增长 是知乎面对的一大难题 以上就是值得你关注的几条 商业科技动态 别走开 我们马上和你一块来聊聊 拥有六神坐镇 为什么也帮不了上海佳话 这间百年老字号呢 欢迎来到今天的清解读 花露水的历史 可以从上个世纪初说起 不过在那个时候 它还是一款被叫做 Florida Water的香水 有地位的夫人小姐们 会在出门前喷一点 Florida Water 这种特别的香味 也成为了当时身份和品味的象征 很快 以双妹二美等等品牌为代表的 国产花露水出现了 让Florida Water从一个在小圈子里流行的进口货 变成了普通人也可以使用的产品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双妹牌花露水 由香港广升航推出 在1930年前后 广升航就已经在上海建立了工厂 实践研发生产 还有销售一条龙 双妹更是在当时的上海滩 力压洋货成为了中国本土标志性的美妆品牌 而刚才所提到的广升航 也是六神花露水的母公司 上海佳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 经过一系列的合并与改制之后 上海佳化持续引领着中国人 关于日化用品的记忆 比如说装在白瓷瓶里的友谊雪花糕 那是建国初期上海货的经典代表 在上世纪70年代 上海佳化还推出美加镜系列 先后推出国内的第一支定型摩斯 第一支防晒霜 第一瓶香水等等 在1990年之后 上海佳化又相继推出个人护理品牌六神 南市护肤品牌高夫 和主打中草药护理的品牌白草奇等等 并且在2001年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 成为国内日化第一股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上海佳化是唯一能够和国际同行 展开全方位竞争的本土日化企业 作为上海佳化的王牌产品 1990年问世的六神花露水 把握住了当时国内消费者 对于中草药的偏爱 强调花露水防蚊驱虫的功能 在迅速占领市场之后 六神的产品线还从花露水 延伸到了沐浴露香皂等等品类上 培养了消费者 花露水就是六神的概念 多年以来 六神不仅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率 市场占有率最高的时候 一度达到了70% 即便是遇到增速乏力的困境 六神花露水 每年依然能够为上海佳化 贡献10亿级以上的收入 由于进入这个细分市场的时间很早 上海佳化快速占领了线下渠道 在外资品牌进入中国之后 由于花露水利润比较低 市场小 大多是作为扩充产品品类的存在 那这些大品牌们 也没有再加入花露水市场的争夺 不过虽然六神 作为花露水的代名词 打开了知名度 它背后的上海佳化 却陷入了不小的麻烦 不仅业绩持续萎靡 多次错失业绩目标 公司市值还一度被完美 柏莱雅这两个年轻的公司超越 去年只有六神所在的个人护理板块 实现了同比两位数的增长 这也是上海佳化四大业务板块当中 唯一的正增长 那为什么在六神这种国民品牌加持下 上海佳化近些年的表现 却一直萎靡不振呢 原因之一 管理层内耗 管理费用高 提起早期的上海佳化 绕不开1985年 就领导这家公司的葛文耀 是他把上海佳化 从一个400万元资产的小厂 变成了70亿元资产的大企业 并且在公司上市之后 长期担任董事长 2011年 上海市国资委将上海佳化 所有股权卖给平安集团 此后葛文耀多次因为 经营理念的不同 和平安在企业管理层面上 发生矛盾 并且在两年之后 以年龄和健康原因为由 宣布退休 从此上海佳化 开始了频繁换帅的内耗局面 第一位继任者谢文坚 并没有日化行业的经验 在他任下的上海佳化 出现了人员流失 渠道混乱等等问题 上任第一年 上海佳化的业绩增速 就出现了滑坡 并且在第二年出现了 净利润9年以来的首次下滑 2015年 谢文坚以个人原因辞职 第二位继任者张东方走马上任 然而四年之后 上海佳化的净利润 已经不足葛文耀离职时候的二分之一 2020年 欧莱雅集团出身的潘秋生 成为了上海佳化 在八年内的第四位董事长 但是公司的业绩 又开始了过山车一般的浮动 管理层的频繁变动 对上海佳化带来了战略不连贯 团队出走 内部费用高企 等等多个问题 比如在第二任董事长 谢文坚接手之后 他摒弃了研发家销售并重的模式 转而推动重销售 轻研发的快销策略 这让上海佳化失去了 包括六神百草集 还有美加进研发团队在内的 大批核心骨干 虽然上海佳化的整体业绩不佳 但是这家公司的福利 工资 尤其是管理层的薪水 却相当可观 有媒体统计了2021年 A股美容护理行业 27位董事长的年薪 上海佳化的董事长高居第一 不仅如此 上海佳化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 以及公司人均年薪 也都优于大部分的同行 另外从2013年开始的六年时间里 上海佳化的总员工人数 还翻了四倍 但是人均创收 却只有之前的三分之一 这让业绩本来就不好的上海佳化 也背上了相当高额的管理费用 原因之二 营销和渠道竞争力弱 除了管理费用之外 上海佳化的营销费用也很高 这是因为公司还是以传统的线下渠道为主 与柏莱雅2021年超过八成收入来源线上相比 上海佳化线上的收入仅占三成 而且上海佳化旗下的品牌多 渠道多 在营销方面需要更大的投入 另外上海佳化的多品牌运营 还在价格和定位上出现了重叠 不仅削弱了各品牌间 协同补充的加分作用 还拉低了运营效率 在直播带货的布局上 上海佳化也出现了失误 2019年上海佳化旗下的品牌玉泽 曾经借助李佳琪直播间一炮而红 根据第一财经的统计 在2020年的上半年 玉泽和李佳琪合作了28场直播 直播日的交易金额 大约占这个品牌商品交易总额的70% 不过在同一年618之后 双方又因为商业合作条款 无法达成一致暂停合作 随后上海佳化转头微雅 依靠着超级头部主播继续实现 自己护肤品业务的快速增长 然而在2021年底 威亚因为税务问题停播 这也直接让上海佳化 去年上半年的利润同比下跌45% 对头部主播依赖 暴露的是上海佳化 缺乏自己的直播团队 以及线上运营能力不足的问题 虽然目前上海佳化 已经开始搭建自己的直播业务 但是观看人数和成交额 与头部品牌的差距仍然很大 原因之三 品牌老化 目前国内的高端化妆品市场 主要是由国际顶尖品牌占据 上海佳化不仅没有在高端市场 挤进前十 而且在大众化妆品市场 也被百雀灵等等国产品牌反超 没有国际品牌的号召力 又缺乏国潮 功效 或者成分等等市面上流行的卖点 上海佳化这家百年老字号 正在面临着品牌老化的问题 虽然这家公司有着光辉的历史 但是对于多数年轻的消费者来说 已经相当陌生 而且这种底蕴和情怀 也很难转化为实际的购买力 哪怕是六神花露水 这样的拳头产品 也需要面对新的趋纹品牌的挑战 为了延续自己的影响力 六神花露水 还在最近几年 推出了一些特别的联名 比如说和Rio合作的 花露水鸡尾酒 和肯德基合作的 花露水味道的咖啡 以及和安踏推出的夏季特别款的球鞋 但是这些动作的影响力 也比较有限 如何在年轻人更常用的渠道 用年轻人能够感到共鸣的方式 让品牌年轻化 也将会是上海佳化 未来必须要面对的挑战 那聊到这儿也想来问问你 你听说过上海佳化这家公司吗 为了应对夏季的蚊虫 你会选购什么样的产品呢 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 和我们一块来聊聊吧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我们其他的成员还有 监制泽林 监制亦凡 声音设计Jack 时思生亏亏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生动早咖啡 那我们就 下期再见 去 Prince 都 某 很多 那么 你 今 Türkiye 你 你 assez